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,挑战觉悟第五关相信很多玩家都过不了吧,而伟哥最近终于通关了一次,那么是如何通关的呢?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首先选英雄的时候,看到队友选大乔,其实还是有点介意的,当时还想叫他选鱼呢,而在最后时刻由于时间关系,伟哥选择了赵云, 也是在最后几秒大乔说了这不是打团游戏,而是拆塔,这时还不太懂大乔的意思,而在游戏的前期还不太关注大乔和李元芳他们俩,而在一次被击败后的休息时间里,看到大乔把李元芳送到对方的防御塔,不仅强拆了对方的防御塔,还做到了全身而退的套路, 这时恍惚看到了一丝胜利的希望,也就是这样的套路在最后一刻做到了翻盘的效果, 在最后一波操作中,我方就胜嬴政,他虽然被击败了,但清理了兵线, 而李元芳和大乔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强推了对方水晶,也就这样终于是打通了第五关, 其实套路很简单,其他人负责吸引对方英雄,而李元芳和大乔他们只攻下路, 李元芳的拆塔能力算是射手里最快的了,再和大乔配合,不到12分钟就成功的通关了第五关, 那么小伙伴,你们学会这样的套路了吗?可以去约一些自己的小伙伴用这个套路开黑闯关,不然队友不配合的话, 大乔和李元芳也不是那么好推他的,通关后就可以拿到一个至极天眼的称号, 不过这么难打的称号居然只有一个月的使用时间,感觉有点坑呢。